如果你拥有可以回到过去的药丸,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? 50岁的大叔回到了30年前,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女朋友分手,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? 大叔秀贤是一个医生,这一年他和同事们去柬埔寨进行医疗援助,救下了一个兔唇女孩,女孩的爷爷对他万分感谢,得知他心中有一个很想见上一面的人时,老人将脖子上的一个小玻璃罐送给了他,里面有10颗小小的药丸, 告诉他这些药丸或许可以帮他完成心愿,大叔闭上眼睛渐渐陷入了回忆,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漂亮的训兽师女友颜二,两人谈了七年的恋爱,却还是如江四期,但由于工作的关系,他们还是避免不了的开始了一场异地恋,离开的时候颜二一路相送,不停地讲着海洋馆里的一只熊海豚终于找到了另一半,在火车即将出发的最后一刻,颜二说自己想有一个孩子, 他只当女友在开玩笑,拥抱后就离开了,当年的他因为种种原因,直到颜二意外去世都未能完成他的心愿,这时他心里一直以来的痛,他怀着试一试的态度吃下一粒药丸,下一秒就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前面还有一个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模一样的男孩, 一番询问后发现,连名字也和自己一样,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男孩,鼻血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,然后慌张地离开了,男孩看到手上的血迹一路追了过去,却不见了大树人影,再次醒来,大树发现自己晕倒在飞机的厕所里, 回到座位后他拿出那罐药丸,不断地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,回到家后他又吃下了一粒药丸,这次他直接回到了30年前的家中,男孩看到莫名出现在自己家里的大叔,以为他是跟踪狂,便要赶他出去,大叔说自己就是30年后的他,不仅叫出了狗狗的名字,还能说出他最好的朋友的名字,男孩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大叔,为了证明自己是30年后的男孩,他说出了男孩的一个秘密, 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喝醉,就会打他和妈妈,妈妈去世后他就来到了釜山,就是为了忘掉一切痛苦的回忆,男孩听完之后十分震惊,激动地拽出大叔,问他到底想干什么,大叔回答自己只是想再见眼儿一面,然后就跑了出去,男孩追到院子里,到处都没有发现大叔的人影,因为担心女友出事,男孩立刻报了警,并叮嘱男友发生任何事情,一定要联系自己,指纹检验出来后才发现, 烟盒上的指纹竟是一模一样的,为了验证这个事实,他来到纹身店,在胳膊刺上来找我,大叔看到手臂上的刺青后,再次回到了30年前,两人在海洋馆相遇,男孩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,大叔也终于看到了自己日夜想念的炎儿,聊天中男孩得知自己未来成为了一个好医生,有一个漂亮的女儿,但在问到炎儿的时候,大叔却不愿多说,再三追问下,他得知炎儿很快就会死, 可还没来得及问出原因,大叔就消失了,知道这件事后,男孩开始更加珍惜女佣,这天他正在商店买烟,大叔又出现了,他告诉男孩炎儿死于海洋馆的一桩意外,因为害怕改变其他人的命运,他死活不肯说出炎儿去世的日期,男孩苦苦地哀求他,最终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条件,要求救了炎儿之后就和他分手, 这样其他人的命运就不会因此发生变故,为了救炎儿,男孩只能答应了,他在海洋馆发生意外的那天,将炎儿约了出来躲过了一劫,然后装作早已厌倦炎儿的样子,狠心说了分手,炎儿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,他将两人的恋爱笔记寄给了男孩,约他在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见面,看到炎儿的纸条后,男孩再也没有办法狠心,冒着雨来赶往约定的地点, 却亲眼目睹炎儿遭遇了车祸,回到30年后的大叔得知了这个事实,他翻看着炎儿的档案,发现他因为没有做断层扫描而死于脑出血,于是他吃下药丸,为了让自己不那么快醒来,他还注射了一定的安眠剂,回到了30年前,不顾医院的反对,亲手为炎儿做了手术,男孩也意识到,只有自己真正淡出炎儿的生活,他才能平安地活着,于是从那以后,他就再也没有出现, 在炎儿的面前,过着自己应该过的生活,慢慢地,他到了大叔的年纪,因为疾病去世了,女儿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,好友看过之后才了解了他所经历的一点一滴,他找到炎儿将笔记本交给了他,得知真相后,炎儿忍不住痛苦,细心的好友发现,大叔只吃下了九粒药丸,于是他翻箱倒柜,找到了最后一粒,回到了30年前,对年轻的大叔说, 30年后,一定要记得去见见炎儿,电影的最后,炎儿回到了那个他记忆深刻的海洋馆,在观光车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,他一路跟了过去,看见大叔举着一把气球等待着他,两人在时隔多年后终于见了一面,这是一部温暖人心的电影,人生总会有大大小小的遗憾, 有时候多么希望有一个时空机能够回到过去,但我们并没有穿越时空的能力,所以要尽可能抓住一切的可能,让生活不留遗憾,只要努力了珍惜了,一切的相遇和分离都会是最好的安排,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